今天我是戴班胡老师 暂时做这个中三茶花会的主持人 然后今天我们分享嘉宾是Spike梅宁航 Spike是SCP Ventures的研究员 同时也是Perma到那种工会的主力贡献者 那今天呢他会为大家分享一下 Week26和第27周的生态周报精粹 以及由他本人撰写的RWA的相关研报的一些思考分享 然后呢在分享过程中请大家暂时不要打断作者的发言 我们会在会后5分钟留出QA的时间给大家 OK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Spike 嗯好谢谢维亚 那我们先开始每周的耀眼精髓第26周 也就是上周 因为我们本周是27周嘛 然后呢上周最主要的进展是RWA的网络准规模突破了100PB 这对于RWA来说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对于Fail这种具有挖矿机力的存储项目来说 它的数据量实际上是非常之大的 如果你对比一下两者的话 Fail可能是RWA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 但是呢RWA的因为具有永存特性 所以呢单价稍微比较贵 然后呢数据量也是稍微增长的比较缓慢 然后呢终于在本周 也就是上周突破了100PB 然后呢根据我们 Primadal成员成子老师的他的一个计算方式 我们可以算出来每件每份稳件被复制了大概是781份 这个具体算法是比较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那个麻烦维亚可以点一下那个生态建设第一个那个连接 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个不是就是那个推特连接 你刚你你推特连接 稍等一下我要开个微评 嗯对 然后呢存储成本呢也会逐步下降 这个逐步下降呢主要是 好你可以点一下 对他这个他这两个算法呢是是一个处法 是用我们的网络总规模 然后处于呢我们每一个块就VSize 就是每一块能存储量大小 然后大概呢能算下来是大概是781份 呃 这也是跟啊我有的他的永存特性是相关的 因为啊我有永存特性呢 呃 如果大家稍微有些了解是一种简洁随机性证明 就是他每一次你你往啊我有存文件 他会复制成多份 那么这个时候呢 矿工可能会出于一种作恶的动机 他只存一份 然后来减小他本地的一个存储容量 以以以以获得更多的一个存储空间 那么这时候呢啊我有主网 会在每次矿工新新写进文件的时候 去随机性的检索他之前存的 是否是否存有其他文件一个备份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个激励措施 就是矿工如果存的文件数量越多 那么他就会得到一个相同的一个激励措施 然后第二个呢是就是现在A2的价格不是很高 当然这个不是很高呢 其实比较违望的说法实际上是降的非常的厉害 因为在上一轮的牛市当中呢 A2的成本 A2价格是到了90美金 现在呢大概在5美金左右徘徊 这个下降度比较大 所以A2计价的存储空间呢也会相应的便宜一些 那么现在大概是一美元可以存1000篇文章 这个数量实际上是比较划算的 已经和传统的外边的一些网盘服务场上是比较接近的 然后呢第三个是啊 然后第三个呢 本周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通用数据协议 也就是我们的第五个要点 就是通用数据协议的UDR的一个创新 对可以回到刚才的notion 嗯再再往下 对对第十个也就是我们第十个也是我们的通用的 这这实际上是由A2的现在的官方Forward Forward research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呃应用协议的标准 因为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在传统的互联网领域当中呢 它其实有很多这样通用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URL啊或者说URI 它其实都是一种一种相应的网络通用一种标准 你基于这个网络标准呢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网页 比如说不同的域名不同的网页信息 比如permadal.com或者说avail.com 这些这些都可以 但是呢相互之间它是可以进行通信的 这些通信呢它需要一个通用的一个数据协议 来来使双方的信息进行握手交换 互相传递信息 然后呢这个UDR其实本质上 它是一种内容货币化的协议 内容内容货币化协议通俗的来讲 就是我们相互之间A作者和B作者 Alison或者Bob 他们之间的数据是可以相互交换的 这种数据交换呢 不单单是基于代比经济学 而是基于它底层的网络的 就是它的数据是具有相同的标准 它有相可以理解就是两个接口 它这两个接口可以互换 而不而不限制于你本身你是音乐 还是你是视频 还是你是文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任何的创作者可以携带它本身的内容 然后在网络之间相互流转 从理论上来说 任何的公链 任何的DAP 或者说任何智能合约 都可以进入这个系统 然后它是依附于Away本身而存在的 如果但从目前阶段来说 它虽然是据PrimalWeb实现的 但是从慢慢它的发展之后呢 它可以外挂到任何公链 或者说外挂到公链来接入PrimalWeb 实际上可以把PrimalWeb 打造成一个通用的一个TikTok 或者是Twitter 这里也可以引申一下 像Instagram 它目前推出了像Thread 也是Twitter一个竞品 就是关于内容 或者说社交媒体 它未来的一个发展 究竟是从Web2角度切入 还是从Web3角度切入 都是一个可选项 那么呢 网络它出台这个UDR呢 是希望能成为一个 更为通用的底层的一个协议 在之前 在上一轮流逝之间呢 Mate Mate 也就是现在Facebook 也就是Thread的母公司 他们也和Awell有合作 比如说当时的Instagram 也上线了NFT 背后呢 支持呢 也就是Awell 那么这个UDR呢 之后也会有更多的BD活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次还讲另外的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第八个 对 也是我们的投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其实是和Permadoll和FCP 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因为Permadoll是给它发了那个Grant 然后FCP呢 是参与了它本轮的 种资轮的融资 FCP呢 我们本周会更出台 我们本周会出台一个新的文章 就是谈一谈我们对它一个投资 一个看法 那么呢 本周呢 就是上上周 就是它更 MED Network也官宣了 获得了 币安领头的这些种子轮 然后呢 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的全通态加密 当然 当然因为可能大家没有很多的技术背景 所以不过多的设计 全通态加密是相对于半通态加密而言的 半通态加密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就是你可以同时 你可以你只能你只能单次运行加法或者说成法 然后加法成法 然后实现其他的一些减法或者说除法 它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算的比较快 然后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加密 然后全通态加密 就是就可以同时进行加法和成法 并且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 这种安全性目前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被破解的 然后在传统的外边领域 这种FHE一般是由Microsoft的像微软 他们有相应的开源 包合库 然后这一次是Metanetwork把这个项目带到了 就是供链领域 供链领域呢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就是未来如果你使用智能合约 或者说供链 甚至包括智能合约 都可以用Metanetwork来进行一个加密层 并且这种加密层不会特别的耗时 他们会做相应的一个优化 好 这个应该是我们上上周比较重要的三个重点 魏远你看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有理由你来做决定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可能一会儿要讲RWA 所以不能给两个周报留太长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可以进入到27期 好 嗯 好 27期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改版 大家可以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我们就是把每周周报的一个最重要重点 我们给大家重新勾勒一下 然后这周呢 是依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UDL UDL他们这周做了一些更新和具体的一个技术细节 他们这里其实可以给大家引申一个点 就是所谓的UDR 它的重点就是刚才VIA高亮那部分 它是可以进行链上那种管理的方式 因为在目前的Web2的实现呢 你也可以实现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通 比如说数据协议 比如说谷歌有自己的版权系统 比如说给相应的数据加上水印 或者说时间戳等等东西 或者说像亚马逊 他对自己的那些电子数 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加密方式 比如叫AWZ 但是呢 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由某个公司来实现的 第二个问题是 它是一些中心化的东西 其实你实现了相应的标准 如果你对你的内容 它中心化机构也可以进行删改 或者说跟或者说封禁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UDL的话 其实它对创作的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它是完全基于链上运行的 其实是标准的提出方向 像RWZ 它也无法阻止你内容的一个传播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基于这个链上的内容之后呢 第二个特性是 所谓的可编程性 就是这种可编程性 不是说真的你需要去挑代码 而是说如果你使用UDR的话 你可以自己设置更多一些协议 比如说是包括哪些商业权益 包括给哪些内容进行授权 你这里可以可以唱 大家可以畅想一下 其实你可以用它做一个知识星球 比如说给哪些人付门槛费 然后给哪些人可以看哪些东西 这些可以 而且它是不受限的 它这里的设限 只是说从内容发起者角度来说的 它可以进行自我程度的 进行定制化方式 然后第二个呢 是Forward Research 现在跟大家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Forward Research呢 就是现在的RWZ的官方 某种意义上来说 RWZ现在没有一个非常中心化的机构 比如说它是到底是哪家公司的项目 我们所有的RWZ相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生态 都变成了各个的各个地区 或者说各个具体的一个产品 无论项目 那么其原来的RWZ.org 他们的人现在集体变成了Forward Research 这是一个投资研究机构 从理论上来说 现在所有RWZ的治理架构 是和现在的以太坊是完全一致的 有各个分布式的机构来参与其中 然后你可以进行提案 你可以进行相应的规划 只要大家愿意采用符合相应的标准 能够和RWZ主网进行对接 那么就可以促进RWZ的生态的发展和采用 然后上周是Forward Research的David Kohn 帮助我们对Permadol进行了一些采访 像烤肉当时也在场 这是因为目前西方的一些受众 对Permadol不是非常的了解 Permadol目前主要还是中文 甚至这种中文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 在整个华人区亚太区都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启动Permadol的英文化进程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也希望把我们Permadol介绍给西方世界受众 然后之后我们也可能会发起Permadol的英文版本 如果大家英语或者外语比较好的话 到时候解释也可以参与一下 好 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外国的道友在接入 然后着手准备这件事情 他们接入是在DC吗 目前是Telegram Telegram可能还是有点弱 我们这么多社交软件之后也可以归类一下 是的 是的 当然我们最开始的话是内容工会那边 啊 AI的几个英语英文主编都过来到Permadol这边 然后我们也是在Discord连信协计 OK 那Spike这两天周报是已经分享完了是吗 嗯 基本上差不太多吧 大家可以稍微跟我聊一聊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讲 我觉得很无趣你知道 嗯 OK 那可以留出三分钟的针对周报 对 这两天周报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兴趣 想要提问 或者说想要跟Spike进行交流的 可以现在立即开麦发言 对 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些东西是比较涉及技术的 就是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典型 比如说现在第二个那个Stump代币 这个可能是大家更为关心的东西 因为要上线新资产 我问一下 问一下 因为我拿AI这个币也蛮久了 然后就说这个币的话 目前我看到了更多社交啊 游戏游戏好像跟这个没关系不是很大吧 是这样的 我们目前如果要谈游戏的话 其实有两个点 一个是所谓传统的GameFi 也就是X2E等的这种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全链有 就是Fully Game Changing 这种东西其实是未来 未来我们的一个判断 就是AR的要大规模采用的话 是两条推出路 一个是Social 另外就是社交 另外一个就是游戏 尤其是全链游戏 全链游戏呢 它需要将你比如说治理体系 代表经理 包括甚至包括一些美术素材 美术素材一些玩法 一些人物角色都要上链 如果这些上链的话 如果全上以太坊 或者说 那个Plugan 它其实还是比较贵的 但是如果不上链的话 它可能 我问一下 就是说现在Nail 2比较火 像OPR RBCharm 它们的底层的话 还是用以太坊来做一个 层次它的合约 然后它的 其他的就没有说 其他地方层次吧 就比方说像一些 它们上面产生的图纹 然后类似这种 不不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你只是以那个Lens Lens为一个例子 虽然它不是完全游记党 但是它已经很接近了 其实它是分成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它的所谓的智能 合约是跑在Plugan上 本质上就是跑在以太坊上 因为它是R 但是它的数据层是跑在A2上 就是如果未来链游 也可以这样操作 你可以把各个公链堆叠起来 或者说你也可以把 以太坊作为主网 作为最终结算 然后Plugan或者OP 或者其他Arbitrum 作为一个就是二层 然后再把 然后再把A2当成一个 R3数据层 就是DA层 然后再往上 堆定自己的应用层 现在做 我知道DA层 好像是一个趋势 但是做模块化出关力 现在采用A2 做模块化出关力的项目 有大概有多少 现在采用A2做 这个理论上 要看你怎么定义 如果说你认为 只要用了AR就叫DA层 那么就很多 如果说要严格的规定 像Plugan那样 跑智能合约的话 那其实可能Linx比较典型 因为DA层 但这要判明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这个DA层 它不是那么的精确 因为执行层合 执行层合 对 就像刚才可以说 集成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DA层它不是完全有 不是完全等同一下 你就是跑智能合约 你就是跑智能合约 它没有那么清晰的定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最近L的数据 降得有点厉害 每天之前 之前那个下话之内有点厉害 我不知道 能不能活到下个牛市 我越来越慌了 我已经拿了一年多了 OK 那我们时间还是有限 所以 那个万致开 这位朋友 如果你 时候还想跟Spike 在深入讨论的话 可以在我们社区内进行交流 然后 我这边解释一下 刚才的所有讨论 以及Spike 个人的发言 请代表其个人意见 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好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 可以来聊一聊 这篇RWA的演报 然后Spike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呢 这个也顺着刚才思路来讲 其实所谓的RWA也好 或者说DA层也罢 它都是一些新品装旧旧 这些概念 无益有致 因为以太坊 或者说比特币 它本身就是一个DA层 这是它一直在运行的东西 你现在把它拆开 或者再把它加入 都不影响 其实RWA RWA也是如此 所谓的真实资产上链 就是你现在的定价 定价的机制 不是这些加密货币 而是说要从传统的 传统的trade 就是传统的金融 比如说一些债 雇收 国债 或者说美元本身 它都可以作为真实的资产商链 这里呢 就借用孟严老师 他的一句话 只要你的资产是中心化机构的 不管它是由政府发行的 还是由个人发行的 或者说公司发行的 只要它不是基于链上原生的 不是链上原生的 然后它现在又可以被代币化的表示 那么这种东西它就是RWA 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更为合适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就是纠结所谓RWA 这种概念 其实它没有太那意义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跑出一个真正龙头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要谈供电 那就是以太坊或者比特币等等这种形式都可以 但是现在真正RWA 还在 还在路上 只不过是新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尝试 比如说亚洲数字银行也具有发行的 银行人民币稳定币的ACNH 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 它就和USDT的发行逻辑是一样的 只不过USDT跑在波厂或者说以太坊网络之上 然后呢ACNH跑在LRP之上 这个逻辑完全一致的 它本身是在传统资产的一个商链 它本身呢也会受到传统金融机构 比如说它的发行方的一个中心化 中心化的控制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只不过说是RWA RWA最近为什么它受到关注呢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趋势 就是现在整体DeFi的流动性是不足的 流动性不足 表明来看是整体的市场资金容量有限 但实际上本质是就是玩法没有创新 因为你美债 现在的收益率是5.5% 它当然可能说美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加息强行塑造的一种上涨趋势 但至少这种趋势是真的 然后现在呢 如果我们打开各个交易所 或者说其他的一个DeFi的话 对 它的收益率基本上现在是没有太多的 尤其是UST爆为之后 也没有更多的DeFi项目敢给那么高的收益率来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它DeFi有两个趋势 第一个是一个是向外找 就是找到RWA 我们要找更多的可供上链的资产 然后作为一个底层的价格支撑 然后内内生呢其实就是iOSD 所谓的流动性质押 这个流动性质押呢不单单是以太坊2.0 理论上以下任何的DeFi项目 任何的供链 它都可以进行流动性质押 因为在以太坊 它的一个底层机制是POSE机制 如果你的供链是POSE的 那么你其上的项目 也是也可以组成POSE 然后这种层层的夹杠杆 就是叠床下午 那么最后会塑造一个 下一个牛市的发动机 也许也许是 当然了 当然了这个相对的 VR可以往下拉一下 我们可以看张图 对 就是这个全流资产 全球主流的一个资产机架 这张图是我找到的数据远 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可视化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真正的 就目前这个阶段 加密货币市场 大概在1万亿左右 就是制高也 制高也只不过是2万亿 其实你相对于全球 其他的一个主流资产而言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补计的 然后这个时候更不要和说美股美市 或者说全球房地产相比了 它基本上不占什么太大比例 所以说如果你 如果你现在从RW的概念出发 你进行相当程度的 能够吸引一些传统资产进来 哪怕进来一点点 那么它对现在整个激活市场市场的一个 上涨的趋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这张图可以关掉了 往下拉往下拉 对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下 就是RW的形成了一个路径 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是BN所做的一张图 其实他会你 你如果把这个过程抽象出来了 其实就三点 一个是代并化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资产 其实他如果想要交易的话 其实有大概几种形式 一种就是直接的买卖 这是最直接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然后第二种是租赁 租赁呢 实际上是分离了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比如说租啊 就是房东货 房东依然保有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呢 租客会在一定时间段的 获取你房屋的一个使用权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所谓的 就是传统一些精神呢 比如说你可以把公司上市 或者说你发行公司债 比如很典型的就是恒大的公司债 这是这是代并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代并化趋势呢 就是和传统的这些金融资产的制造流动性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的 只不过是我们把它铸造成代并之后 分割好在选异 然后让它进行发行到供链上 然后进行流通 然后中间的这一步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啊 就是链上运行的过程 好维亚可以看下一张图 对 就这张图 这是我们抽象出来的RW的一个工作流程 然后在中间这种过程呢 我们不过多的涉及细节 其实会涉及到几个几个样的东西 首先呢从链下上链 其实第一步是代并化 第二步其实是你需要预言机 如果你没有预言机的话 那这个市场它是可以被操控的 然后一般来说是用签链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代并化 代并化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在不管是fix或者说代分 然后进行相当成为的交易 然后交易呢 交易完之后呢 然后我来到第三步 其实就是链下收益的分发和实际交流 这里其实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我们在第二部分也会讲到 实际上实体交割这个路径 很有可能走不通 因为比如说你把房地产真的分割出来 那么你要上链 然后交易 然后最后你真的要行权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一下期权的概念 其实大部分的期权都是不 只交易 其实最后不需要行权的 但是如果你RW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底层的支撑是实物资产 那么你最后 如果你要交割的话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基本上不太具有可能 至少在相当程度的时间点 只能有所尝试 但它不会成为RW的主流趋势 RW的主流趋势依然会是 就是我们传统的收益分发 比如说将美债 比如说MakerDal将美债 做成一个大家可供认想的一个代币 然后大家去买 买完之后呢 由MakerDal集中收购 集中认购 然后最后收益分发 用代币的方式反发给你 这种收益也是比较正常和健康的 健康的 物权出发然后分离的使用权 最后产生利息 产生利息 就产生收益 产生收益完之后再返还给你所有权 所有人或者说使用权的一个分割人 然后这个时候呢 物权其实可以被分割成两个东西 一个是用语物权 一个是担保物权 我们这里不细究这些法律 法律用语 只是说呢 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 实际上RWA 只需要记住一个结论 其实RWA不太会 涉及到一些实体的搁置 所以如果大家之后 涉及到一些项目 它的底层支账 比如说是房地产 比如说是其他一些食物资产的话 可能要多加注意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是没有办法收割的 很容易产生坏账 而这里的 这里潜在的障碍点就是 如果一旦无法完成食物交割 那么它最后很有可能会产生坏账 所以这类项目大家要比较注意 我们这里其实可以 以我们之前发行的 那个ACMH为一个例子 它的运作流程和传统的USD体 我们刚才说过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的 稍微有些区别的话 就是它本身是借助RWA的捆绑交易特性 它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结算 在链上结算 是由RWA来保证的 RWA保证的话 它不选 第一个是非常的非常的便宜 这个像一些Lens的社交数据都可以存上去 更不要说这种金融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这种 其实借助RWA配 它是可以兼容一台房 也有M等主编 未来的话呢 也会直接打通道上去 你可以在这种做一个无缝的扭转 好 我们看一下实践 我们讲完那个思路之后呢 是第二个就是实践 其实在实践 对 先停在这 对于实践来说呢 其实你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 像主要就是Maker Maker在2020年 就是在上一轮Defi Summer之前 它就涉及到了 比如说用 用传统美元 或者说传统的美债 或者 来购买 来作为自己代币的一个支撑 它就过去相关的实践 也进行过房地产生 相关的房地产生代币化一些实践 但是呢 只是说一个开端 因为它不是没有行的主流 然后这个呢 就是比较传统的中心化稳定币 像USDT USDC 这里要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USDT和USDC 它的一个收益的流程 它的一个收益领域就是 它会用美元或者说美债 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价值支 价值支撑的资产 去作为它 作为USDT的一个支撑 然后当你购买 然后当你在链上购买USDT的时候 它实际上在期间获取 会获得一个套利 然后当你需要赎回的时候 它会获取两笔收益 第二个是它会卖出原有的资产 这些原有资产 如果它做事比较顺畅的话 它会获得传统做事的一个收益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所交的收益费 因为像太达公司也就是原来的发行方 它如果你是官方赎回的话 一般是10万美元或者5万美元几对 所以它会获得相当成多一个收益 那么其实你可以类比一下 所谓现在RWA的实践的话 其实是相当于你自己就是太达公司 你来获得传统 这些中心化稳定币机构 它所获取收益的方式 而就是跳过了中间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在2017年那个时候 实际上稳定币还没有真正形成主流 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是投资的话 一般来说是BTC 或者说ETA是作为一个交易度 或定价资产 但是呢 这也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币值会波动非常大 所以这个才是USDT 它所能够就是获取自己市场攻坚的一个 原初的动力 然后呢 如果发展到RWA发展 今天呢 大概目前稳定币的市场 是在1000亿美元左右 它大概占我们整体市场份额的10%左右 因为正像刚才说的 现在DeFi的整体收入率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 这1000亿美元 相对于整个DeFi市场来说也不算小 我觉得这个是 为什么RWA现在概念成为火 比较火 这是跟稳定币是有比较直接关系的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传统的银行政府等机构 比如说中英国际发行的2亿美元的链上争气 或者说香港政府 它所发行的代表争气 以及ACNH 它也是银行来发行的 这些中心化的公司企业银行也好 他们使用这个Trendify呢 主要是为了降低它中间的一个手续费和磨损 因为大家如果用过做过外贸 或者说用过国际间的转账会款的话 其实要明白 你整个Swift体系 它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 不仅是慢 而且中间的手续费等等之类是非常非常贵的 而且它会面临非常严重的 比如说你要是涉及到制裁的一些企业 它就会比较困难 如果用链上解决方案的话 可能QMAC或者AMO 就是反起钱等这些措施 它依然需要 但是它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中间的摩擦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 它的处理的力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只要能减少哪怕1%甚至0.1%的索号 那么对它来说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 这个是从银行角度来说上 你要看待这个问题是这样 在去年的时候 像新加坡的新展银行 它也是在积极促进 就是比如说开户交易这些资产 或者说等等发行的数字 新加坡园等等这些东西也有在尝试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原生的RWA协议 当然因为我可以这样说 目前来说整体这个市场是不太大的 而且我认为它也不会是未来比较主流的一种方式 未来主流的一种方式可能还是由中心化机构来发行资产 然后链上运行 比如说美债 这个是可能的一个倾向 因为像这种原生协议不是非常稳定 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悖论 就是如果你从VIP3的视角去侵入到传统VIP2的 比如传统银行机构的话 显然你对他们的想 试一下 OK那我们本期就分为两个视频 一段语录制应该是在傅老师那边 然后我现在正在进行本地录制 你可以继续spy OK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趋势判断了 依然是 就是我认为还是像美债 或者说其他的传统中心化机构 他们发行的资产可能会成为比较主流 所以本片的盐报 我也没有过多的涉及原生的RW协议 但是这个只是我的个人判断 大家有不同的其他看法 也可以 因为这里 其实大家有主持过字是 离岸人币稳定币 它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2017年就有 而中间也一直有波动 包括像泰达公司 就是USD的发行方 它自己也有其他币种一些稳定币 但是最后 经过市场的选择也好 或者说监管方面的一个承压也好 最终的是美元稳定币 占据主流市场空间 然后呢 第二个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所谓的像Maker这些 如果大家像AVE 他创始人也新租了一个帮助 麦克三的富人买传统国债 一个项目叫Superstate 这些机构怎么说呢 这就要涉及到你的一个判断 就是你认为是未来从web3角度去改造web2 还是从web2角度去改造web3 但这个就是大家各有看法 因为目前呢我也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些确定 好 VIA可以往下拉 嗯 再往下拉 嗯 再再往下拉 这个刚才已经说过 对对 还要往下 不用不用 刚刚才那张图 其实这里面会给大家讲几个主要的一个范式 其实第一个范式就是刚 不用打开这个样图 对刚才就是第一个范式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食物资产的一个代表 就是房地上的代表 但是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他比较严重 就是他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行权 你你只你你所买的收益呢只能在链上流通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一旦你要涉及到刑权的话 他就他就没有办法真实的给你资产 因为他这个涉及到东西就过于过于困难了 这个不是说某个具体的项目可以帮你做到的 然后第二个范式呢 就是所谓的非足够抵押贷款 非足够抵押贷款也是上次的defi farmer 他们所产生的概念 尤其是结合像DID SBT 或者链上信息系统 或者链上实力分析 他们想做一个基于信用的一种贷款 在传统外边的话 其实也有最典型的就是芝麻的信用分 芝麻信用分 它没有过多的侵入你的个人信息 它和传统银行风光体是很不一样的 它是根据你的日常的消费数据来进来来解读的 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消费数据最后呢 是变定了像ABS 这种这种比较杠杆率非常之高的东西啊 当时呢 我感觉也不会成为主流 因为你在外边的话 像蚂蚁都搞不定的事 也被政府捶 那么在web3呢 这个东西可能也不会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形式 但是呢 从理论上来说 像算法稳定币和非足够抵押贷款 它确实是真正革命性的东西 这种革命性不一样于比特币 但是能不能做到呢 可能还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 好 我想再让下答 对 第三范式呢 就是现实资产的NMT化 这里面 它这个视角其实切入的很好 因为像实物资产或者精神RW 或者说代币化 它最后都会铸造为证券 token等类似的精神资产 其实本质上 它其实和USDT的流通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 但是呢 这种东西呢 你依然只有它 就是单独的一个使用权 比如说你铸造多少USDT 你只有USDT多少的价值 它和原生资产是完全锚定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铸造NMT化 就是它 你其实可以获得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的资产价值 另外一个是它部分的所有权 或者说相 或者说使用权 这个东西是比较有创应性的 当然呢 就是风险呢 也会比较高 因为一旦你没有办法行权 一旦你没有办法行权的话 其实你会损失两方面的收益 然后最后呢 就是ERC3525 这个呢 也是我们华人创业者 能够提的比较基础性的东西 因为要涉及到ERC的标准 这个呢 主要是票据化 票据化的 寒贷能力就比NMT NMT化要更进一步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token NMT像 ERC3525 它是个逐步深入的一个东西 它每个都带金融属性 但是呢 越往后 它的所涵盖 做容纳的事务的权益 也就会越高 嗯 我大概就讲这里 接下来可以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讨论一下 喂 哎呀 我说完了 哎好的 那感谢Spike的分享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Spike的这篇言报 或者说关于RWA 所以方面有什么想要跟Spike交流的话 可以直接像刚才那样开麦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结束了 本次分享会 另外如果大家呃对整篇文章想呃觉得刚才分享的时候来不及细看 然后会下想要呃仔细研读的话 可以在我们EverVision的公众号以及Notion内容工会主页呃去寻找到这几篇文章 一会儿呢 在perma道也会发起一个space是跟debox官方的应该是产品负责人以及市场负责人 然后去聊一聊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待会9点上推特 听一听那个space 看一下有没有人留言 感谢Spike 哎Spike 哈喽 哎我呃这个RWA我也没有很深入的 了解 但是我挺同意你在文章里面一个观点就说到底是web2来推动web3还是web3推动web2吗 然后我也是感觉 我就老感觉web3的东西真正能够发生起来的我就是有一种直觉就是他肯定是属于他自己原生的东西了 所以所以说我是出于一个直觉式的反应就是我感觉这个RWA我怎么感觉他我没有在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我就感觉他是不是有点像为在为下一轮牛市做准备的一个这么一个新的叙事 然后就现在于是华尔街或者传统正正规军然后就觉得是市场可能慢慢开始转向变好了 然后然后然后在区块链在web3呃长期缺乏一个新的创新点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然后就有这么一波新的叙事那当然他肯定也有他的理论或者技术的支撑 但是现在看来刚刚看你说的他存在的问题非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要不就感觉他更像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东西 你对这方面是怎么看 首先RWA我最开始已经说过他就是他不是一个你说的很对他是个叙事范式他不是一个技术标准 第二呢RWA他他甚至作为叙事范式他也不是全新的因为在17年有个更疯狂的东西叫恋改 就是万物皆可恋改那个时候是所有的东西对所有外边的东西认为都要恋改的他的疯狂程度类似于2016年就AlphaGo战胜离世时之后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AI来做 然后我们最近在XDGPT等等这些大模型当中也认为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大模型但他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像RWA也好他其实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为什么比特币在金融V之后就可以啊就是发展到今天呢就是他是有时间和契机的那么为什么今天RWA他一方面是政府的就是不管东西方政府的严格监管区块链 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这些主流的金融机构他都在开始谈论这个东西 甚至包括对币安和科文贝斯起诉之后呢他华尔街背景的那些那个EDX那个交易所他也推出来了 其实其实你要看到有问题就是资本是资本是需要一个找到一个增值的一个空间的就是我们要我们可以以忠为神 就是美债这种收益率它是有波动和周期的它不会一直如此 就是我们这些这些资金依然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投资增长点那么在那么在未来呢不不包括想AI包括想RWA 你甚至AI他本身也可以被RWA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区块链他真正的魔力在于他对经济关系对资产所有权 这个思路的改革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他收益率到外你就可以退出去但是但是一代当你传统金融资产他收益下降那么RWA这种 跌出一双价格他就会跌出新的玩法所以所以这就是他的一直以来的优势为什么币圈币圈周期也是如此像我们这像我们现在说 Define Summer过去了但是就是Define死了吗他没有死像Azuki之后RNG他也不会死他只是成为了你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他是一个逐步累积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他不是特别特别热的那个热点他其实他也不是一个新的叙事他真的规律都很像就他他其实这个概念可能他在 早几年就已经提出来以后他真正爆发引起关注也是几年后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节点 对对你你像他每每个趋势都是这样像 Uniswap 是18年的然后是的是的2020年他需要的折补期然后上一轮是RWA他的一个提出期 然后现在是他的一个建设期然后下面是个繁荣期然后再之后是他一个就是一个住就多稳定了 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其实没有我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而且我而且我刚刚我我刚刚我推演了一下我我觉得这个RWA如果能起来的话 他某种程度他应该是能带动呃像呃像预言机类似这种底层设施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有所带带动的按照我推演的话 呃也也也许会如此但是呢他的预言机还不太一样 预言预言机的话是可以做到就是各个标准 对他应该是会有更加多的比如说可能会有webfree 内内体出来的项目然后又是这个RWA相关的那么他 呃那么他某种程度他肯定是要用到这个预言机的服务的 啊那但是这个就可能离题稍微有一点吧我们就对上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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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那个就衍生聊聊一聊对对对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时间差不多了是吧 氛围挺好的对呃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也 谢谢spike给我们输出了很多独家呃干货的观点然后也欢迎大家在会后继续在社区内跟spike 或者说其他小伙伴一起进行交流那我们本期分享会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待会9点的这个探秘的box投言分享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twitter呃上顶部的space进入去去听听evervision和dbox的负责人们去聊聊天 ok那我们本期分享会就到此结束希望下期可以再见到大家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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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